數學教材插圖太醜辱華 背後利益鏈被曝光 方程釀人間慘劇 官員說多大點事 百姓批畜生政府 川普優三次大戰 普京最近疑似用替身露面 戰時網紅 俄美爆普京對車臣總統失望 觀眾朋友好 我是薛然 歡迎收看希望直升TV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5月29日 星期日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近日 中國人教版教材話題在大陸一連上了7個熱搜 在微博熱搜榜的前8名中 相關的話題就佔了5個 不少網民表示 教材插圖 人物醜陋 疑似色情 價值導向有問題 面對批評的聲浪 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宣布 已經著手重新繪製相關的教材的封面和部分插圖 並表示 這件事已經介入調查 有評論表示 義務教育階段的標準教材 從內容編寫 版式設計 到插圖繪製 每個環節都是精心策劃編制 再經過多重的審核校對 才能出版發行走進課堂 但這樣的問題教材 是怎樣通過層層審核 得以出版發行的呢 人教社是中國實力最強的單體出版社 據官網的顯示 人教社的教材和教輔基本覆蓋了一個學子 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的每一階段需要 從必修教材到選修課本 從同步練習到課外素養閱讀 還有包括光盤等電子音像產品 各個電子音像產品價格不一 最便宜的是幼兒園教師參考書磁帶 標價6.5元 小學數學二年級上冊的教學錄像光盤 標價96元 而人教PED 也就是一種平板電腦產品 是為中小學師生設計的智能教學終端 價格在3680元到4380元之間 人教社在2016年曾披露 第二代人教PED 已經服務珠海市超過50所學校 與人教PED 緊密相關的人教數字教材 目前已經在20個省市自治區 實現規模化應用 覆蓋師生超過3000萬 而人教PED 都是學校統一採購 統一價格 但在這次插圖事件發酵之後 人教社官網刪去了關於人教平板電腦產品的配置及價格介紹 不少網民表示 教材插圖人物眼神奇怪 歪嘴 邪式 甚至有男孩裸露隱私部位 有的人物還有紋身等等 而在人教版小學課本插圖中 名為流汗了的繪本中 竟然出現了卡通男孩拉著女生胳膊舔汗的圖案 讓人感覺很不舒服 目前有關部門表示 現在已經對流汗了進行下架處理 此前2012年的小學四年級下語文課本的封面圖上 印有博愛醫院的字樣 這家醫院是一家治療婦科 難科疾病的民營醫療機構 另外 在扁鶴致病的故事插圖中更加令人不適 圖中作為病人的女性穿著暴露 表情 姿勢 以及與醫生的距離和動作都十分曖昧 難以相信這是給兒童看的書籍 很多小粉紅還認為這些插圖是辱華 有意醜化中國人 教育部一定有內鬼 這是顛覆政權 面對民間的聲討 紀檢組微博表示 任教社的董事長 法人代表黃強被停職調查 北京國安機關已經調查 那麼為什麼近8年這件事才突然被披露出來 有人認為 是分散對中共總理李克強近日召開的 十萬人大會講話的注意力 對此 時評人張天亮認為 這比較符合中共宣傳的套路 他表示 這種色情的東西其實對於社會的毒害是特別嚴重的 其實審核者之所以讓這種軟色情的東西流傳出去 當做教材去毒害小學生 不是他們沒有能力發現 而是根本就不想發現 這種事如果發生在美國 絕對是一個大醜聞 是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負責 而且他們會被家長起訴 最後讓黑心商人傾家蕩產 讓政客辭職回家 甚至可能會去坐牢 近期 中共極端的清零封城 造成各地不斷上演人間災難 近日 北京房山區一個市民的父親 急診看病 需要透析 但是通往醫院的路全都封了 這個人質問警察 有什麼法律條文 把所有的路都封住 還看視頻 今天急診看病 現在你等於把所有路都封死了 而且沒有一 沒有法律文件 二 沒有有執法權的機構在這執守 這是什麼情況 是不是違法 和車匪路到路上截路有什麼區別 你說話 你是解決事來了 你是幹嘛來了 解決事來了 但是我要表述 你這是什麼 違法不違法 不違法 不違法 不違法好 您的警察 警察說 政府行為 政府行為 政府也要守法 是不是依法治國 政府要頒布 你什麼叫行為 不懂法 不要說 即便您穿著這身衣服 我就是缺法律的 28號 一位上海的老年男子 對圍觀的人群控訴 官方檢測出假陽性 致使家中的孕婦難以就醫 最後胎死腹中 基層的官員卻稱 沒多大點事 呃 又告訴檢測 檢測中 答覆出來了 陽性 十天 十天 天大的笑話 有些還是紅了 九號還是紅了 我們家是沒 我們家死的人才出了這麼個事情 小孩子在那個上海 叫這就是什麼 光生一個娃 交了十八萬 過去又坐胎去 胎死腹中 坐胎又交了五萬多 六萬 你們這幫政府 咬死你們 第三個 打了你們多少電話 極空辦的人一會兒來打電話 來 我們帶你們來行 我們家裡東西都收拾好 來了嗎 一幫子說什麼 政府的 我就罵了 怎麼了 我這個說話怎麼了 來 槍逼我腦袋 多大點事 多大點事 你們家小孩沒死 我真的 你們家小孩 怎麼要說這種話 你們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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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明明就是管理問題出現的問題 你們怎麼能這樣說 我還死了 你懂嗎 一張網傳的圖片寫道 只有在中國 我才活得像個病毒 網友說 村片香香片縣一級一級網上騙 一直騙到國務院 國務院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唸 唸完文件搞核檢 大封閉 大核檢 只要折騰不要錢 市核檢 縣核檢 街道村莊全核檢 所有生產都停下 只有核檢最賺錢 黨中央國務院 感覺被人欺了騙 誰核檢誰出錢 新政一出 鳥獸散 病毒從糧也好轉 清零鬧劇破了產 於是在東北某地 一網友發出的視頻顯示 當地做核酸的大白因缺錢 又給百姓做核酸了 網友猜測 接下來該是那些做核酸業務的大白討薪 那些承接做核酸業務的企業 拉橫幅要賬了吧 疫情下 百姓本來生存就難 特別是底層的民眾 最近大陸某地幾個執法人員不顧小販的哀求 把他的西瓜都摔到了地上 把他的蹭也給砸了 網友說 這是全球唯一不給攤販活路的國家 但是中共外交部花春瑩卻稱 疫情之後 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達到98% 來看視頻 網傳一段視頻 詮釋了當今的中國社會 個人分工不同 有人負責淚水 有人負責歡笑 難怪我沒日沒夜的加班 到現在才混個族長 有些人沒日沒夜的努力了一輩子 也就才從社會的四流激怒到三流 那我該怎麼辦呀 人生就是這樣 有歡笑也有淚水 一部分人主要負責歡笑 另一部分人主要負責淚水 28號晚 川普在懷俄明州集會上發表演說 談論各國目前的言論和行動 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強調目前應該將所有的努力致力於談判中 而據英國情報機構的消息 最近公開露面的普京可能都是替身 川普指出 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 讓烏克蘭遭受摧毀 早在3月時 川普就曾批評拜登太過軟弱 以致無法阻止烏克蘭遭受攻擊 當時就提到 戰爭如果持續下去 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 川普還提及中共正在關注烏克蘭局勢 他表示 曾與中俄首腦交談 警告兩國不要採取侵略行動 如果真的這樣 將會對兩國進行非常嚴厲的打擊 俄烏戰讓俄軍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 俄羅斯國會25日通過俄聯邦 兵役義務與服役法修正案 取消民眾從軍的年齡上限 28日由普京簽署正式生效 粗略估算 該國有多達50萬人 年齡在40至65歲的男性將可參軍 而根據英國《鏡報》的報導 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普京最近病得很重 外界最近見到的是普京的替身 據《每日星報》的報導 普京本已病重 如果他去世 親信為了儘可能延長掌權的時間 會選擇掩蓋消息 消息人士補充道 普京最近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影像 可能都是預先錄製好的 公開活動中也可能使用了替身 像是9日的莫斯科勝利日的閱兵 出場的可能就是替身 69歲的普京近幾個月健康明顯惡化 包含他在鏡頭前愈發憔悴 行動力似乎下滑 而且臉不浮腫 先後傳出疑似罹患痴呆和帕金森事證 近期更傳出罹患血癌 不過俄羅斯一直否認傳言 俄羅斯聯邦車臣總統卡德羅夫 先前派軍前往烏克蘭 參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普京曾公開稱讚他們的勇氣 然而有消息指出 普京最近開始對卡德羅夫及其部隊的社交媒體 在美國的媒體活動表示失望 烏克蘭真理報引述一家俄媒 前記者所創辦的媒體GetKit報導表示 令俄軍感到沮喪的是 卡德羅夫的部隊儘管在戰鬥中並不出色 卻在媒體上宣傳他們比其他的俄軍更熟練 更勇敢的形象 經常在抖音分享他們的豐功偉業 俄羅斯紀念人權中心代表奧羅夫指出 卡德羅夫在俄羅斯的權力垂直中 佔有特殊的地位 他比其他同級別的俄羅斯官員和政治家 可以說和做的更多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卡德羅夫 允許自己公開批評俄國首席談判人員 梅丁斯基 以及宣布俄羅斯從基辅和切爾尼戈夫前線 撤軍的聲明 奧羅夫表示普京需要有人依靠 他的主要支持來源是不同類型的軍隊 在這個力量網絡中建立一個制衡系統 卡德羅夫只是普京遊戲中的一個棋子 普京需要有額外的力量來平衡其他力量 車城人實際參與戰爭的程度 以及他們對敵行動的影響 與其受到的媒體關注不成比例 他是故意這樣做的 為的是引起大眾的廣泛關注 從這個意義上說 他們的公關活動是成功的 報導表示 除了卡德羅夫指揮的俄羅斯衛隊 和俄羅斯內政部部隊之外 還有一些來自車臣的部隊 被強行或自願部署在其他戰線 總體而言 卡德羅夫作為車臣負責人的公開行動 目的是討好普京 並將自己提升為聯邦政治家 而不是他目前作為 北高加索地區負責人的地位 29日 因為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反對 歐盟沒能就俄羅斯石油禁運問題達成一致 但仍將努力在30和31日舉行峰會之前取得進展 在當天的會議上 歐盟高級外交官在一項妥協方案上陷入僵局 該方案將禁止進口通過郵輪運輸的俄羅斯石油 但允許進口通過管道運輸的 這意味著允許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 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繼續通過蘇聯時期穿越 烏克蘭的德魯日巴輸油管道獲得石油 直到找到替代的供應 這項妥協方案 允許匈牙利推遲兩年實施石油禁運 以便有時間重新裝備其煉油廠 並從其南部鄰國克羅地亞建立新的石油路線 儘管匈牙利支持這一提議 但當天的談判仍然受阻 匈牙利希望提高克羅地亞輸油管道的產能 並將其煉油廠從使用俄羅斯烏拉爾原油轉向布倫特原油 但依賴布倫特原油運輸的成員國則擔心 他們將因為這項制裁而面臨更高的價格 擬議的石油進口制裁 是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第六輪制裁的一部分 這項計劃還包括切斷俄羅斯最大國有銀行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與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支付系統的聯繫 禁止俄國廣播公司進入歐盟 以及將更多人列入凍結資產等等 嚴重依賴俄羅斯石油的匈牙利表示 石油禁運將對它的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 因為它無法輕易地從其它地方獲得石油 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表達了類似的關切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議 在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但相關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個月 人無進展 歐盟領導人一直致力於就制裁達成協議 以避免在對莫斯科的回應中顯得不團結 觀眾朋友 您覺得前面視頻中提到的 那個說沒多大點事的基層官員會不會被追責呢? 歡迎留言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幫助我們訂閱 點讚和轉發一下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